大家好 歡迎收看5月11日星期一的收視個Round 在我曾以提 和大家終結港股確訓 美國多個州份陸續重啟經濟活動 加上中美兩國就著首階段的貿易協議展開通話 港股今日高開高走 恒指高開240點同時突破50天線 其後升幅逐步擴大 傳入上陽最多536點 後隨著A股走向平衡 收市時升幅收窄到371點 升百分之1.5 收報24602點 國指高開102點 其後一度收復萬點大關 收報9990點 升122點 升幅百分之1.2 大市成家金額增量去到1037億元 今日大市升多跌少 高收的個股超過1,000隻 而藍籍股份只有3隻下行 創邦股份方面 友邦和匯控分別推升百分之1.5 以及百分之1.3 市場憧憬 內地第二大電商京東 5月25日就會再講超股 帶動港家所上揚近百分之3 收報250元 而騰訊持股京東 在星期三放榜前先行做好 股價在52則新高435元收市 推升百分之4 新經濟和科技股份普遍向好 阿里巴巴 美團 小米分裂成交榜的第二到第四位 其中阿里巴巴和小米都走勢向上 均是上揚百分之2.7左右 手機設備股份整體顯現強勢 順月光學4月份的手機攝像模組出貨量 按年提高近1.3 推動股價創到越高 收報120.6 推升百分之4.2 升幅灌籃籌 而瑞星科技上行百分之1.8 友達科技4月份的攝像頭模組銷量 按年增加百分之3.4 創到越高 收升百分之1.5 而高位電子都刷新一個月的高位 微升百分之0.4 國務院發出防疫指導意見 全面開放商場和餐館等 並且對運動場所、圖書館、博物館等室內場館 以及影劇院等密閉式的娛樂休閒場所 採取預約、限流等開放方式 影業股起獲提進 貓銀娛樂上行百分之3.8 阿里影業拉星百分之4 IMAX中國大星百分之6.4 多謝教育股份展現愚紅氣勢 希望教育創到2.37元的52週新高 修補2.32元 大升近5% 新華教育、新東方、東方教育和天立教育 還有建橋教育 就算由3%至7.7%等 今日的收視講round 先到此 明天再見